在民主政治中 有选民选出总统候选人 这似乎是想当然的 但美国的总统初选却不尽然 严格说来 主要政党的候选人是由党代表 而非选民提名的 党代表选出候选人 那么谁来选出党代表呢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美国州的规定各有不同 在马里兰等一些州 选民直接选举党代表 同时也选举候选人 在加利福尼亚等州 由选民挑选他们中意的党代表 在堪查斯等其他州 党代表通过党代表大会上选出 或由政党领袖推举 之后党代表将参加 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并选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 至于党代表投票时 有什么样的规则 我们将在下一集的节目里 为您讲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长 邁红队 隐红队